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由于今次估计它都没有东西 那没有东西要动的就是预期就是浪运动 整个市场都这么说 如果没有事的话 如果有的擾动有的错应该都是 头尾如果多的话几百点都不奇的 就是可能夹上二三百夹回到二三百 头尾好几百都可以 如果是道指计 但是买单计应该就未必会很大一动 那现在见到期货就有些队 所以你不要想着买一个股本 打安置睡觉明天可能升上去 就是有可能这样 那波幅方面我们看看第三页 第三页就看到最近 有些cai 会推升的 人颜色的日子 也是由八个月 то 八个月到九月头開始 似乎哪一种波幅 哪一面大部分波幅 都是九月頭、九月中開始吹升 如果九月中這樣算 很明顯的已經有一個星勢出道 到現在說十月尾都六個星期了 六個星期其實就 如果你說以一個波幅的吹升 就是一段這樣算 就應該是夠時間了 我們以前見過的波幅急升 都是三四五個星期左右而已 但是今次你看到吹升 波幅不是急升 就是急升真的去到一個位置 夾上去大太軍 可能連爆兩三軍三四軍 是很急的 現在還未出現這些情況 所以就現在 嚴格說 都可以不算它 九月開始吹升 就是一個星浪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找回 那三幾個星期的急升 是真的由它轉角 那一刻真的急了 那一刻開始計算 但是因為你過去那一半月 六個星期左右 都保持著一個緩慢 又不急的一個上升 因為你現在看了那個BIGS 那樣子 二十鬆一點 二十鬆一點不是要爆升的 即是常態也十幾 那二十鬆高一點 即是有時候那個 真的市需上跌那下出之前 它是可以去三四十的 即是那些是想市前的情況 那現在你慢慢邁向那個位 那又不是去到那麼厲害 所以你首先 不能去三四十那麼高 因為它不是慢慢移上去 不是吹了 即是trending up 不是吹升上去三四十 然後就爆上 這種跌法 就不會跌很多 即是 即是 即是我們說 吹升到三四十 那些是零七零八的跌法 那些是跌得很急的 但是現在它不是這樣 它現在就算是也好 你現在你二十鬆一點 走到三四十 也有些日子 也不是馬上到 那 所以短時間 即是那個市 你說狂插插水 扔下去 那個暫時看波幅就看不到 那 這幾個波幅也都 即是叫做 在一起看 你看到就那個 那個 那個圖案都很接近 即是不是說有一隻 兩隻 那特別是去得 明顯異樣 即是如果是特別 有一些明顯異樣 譬如我們以前經常見到 兩個V 那個VIX 是夾得急的 但是一個還沒夾 那你知道它 即是那些事故事 那些事 但是它現在還沒出現這些信號 那還有呢 如果你說跨 有些不同的類別 譬如 左上那個是VIX 右下那個就是 鴨子的波幅 那你這兩個 其實就反映著 即是可能一個闊一點 一個是比較 新經濟一點 一個新舊混合 一個比較新經濟 那兩個走勢都很接近 那也都看不到說很 即是有些叫做 VIX ON OFF的分化出現 右上那個就是一天 即是日內的波幅 日內的波幅 你看到都是 一個多月就高了 比之前 但是不是高了很多 那如果不是很多 即是之前 我想去年 好像是不是 較後期 年尾第三四季 但是我忘記 那時候試過有些日子 是單日的波幅 是比較高的 即是單日 經常會轉向 開可能高 接著收低 或者最後一頭半個小時 在發 那現在都不是太出這些狀態 以前 即是我在香港錄這個節目 那時候就 晚上沒有看 現在有時候 即是我眼中 即是美國的晚上 就看了它 那它也不太覺得 它有這樣的動作 那所以 我想那個市場暫時 還是相對平靜的 那但是 就是那句 因為 整個 整個息口的通脹看法 其實跟幾個月前 是不同了 那 即是覺得那個通脹 是 可能 不是很容易跌得下去 這個真是十年 三十年的息話 給大家知道 那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央行有些轉態 即是 聯儲局最近 出現了一些 那些說法 那甚至有其他的 那些央行 陸續續也有 跡象 說 縮了手 又想彈弓手 那 始終 你 你 如果你 雖然說彈弓手 現在看就一次 半次 那樣 但是都很難說 如果你 即是反口的話 那你反口 再加一兩次 也到時可以再反 即是這些反口的東西 沒有致敬 那可以一直反下去 所以那個 市是會有些 有些 憂慮的 那還有第三樣 就是經濟 是真的有些 怕它衰退 雖然現在美國那邊 就沒有那麼厲害 那些數據最近更好 一些 但是 外圍 即是有些新興市場 已經有些問題了 那 歐洲股市 日本 那 即是歐股日股那些 都開始下來了 也都懷疑 他們的經濟 能不能撐 那你美國 你可能撐到最後 那如果你環球的經濟 都不行的時候 那其實整件事 可能都是 都是要下的了 那所以現在 市是有些偷步反 在這件事 那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即是 你說很真實的 爛象是未出現 但是有這樣的 預期也都有這樣的 跡象 徵兆有的 那 那個市是會再 再退下 一些 即是一如我們過往 一路的估計 都是 那個框是向下退 不過慢的 那 就 這些日子之下 你如果走去 沽它 就 除非你做 直接沽期指 如果不是 即是用這些工具 譬如說 買波幅 那 買波幅可以是一個方法 但是 買波幅 嚴格說的不是沽的 你倒它 那個 那個 即是 上落會大了 倒它 波動了 但是 有空間 有空間做事 但是你要夠 即是要夠早做 即是等於我們 我有講過 之前譬如說 波幅去到 十多 十多 那時候 真的便宜到超值 那時候 那時候 十二三 其實我記得 十五 我都說 其實你可以買 十五 買到十二三 其實現在 上去二十多 應該是有錢賺的 但是 你的時間 因為它不是爆上那隻 但是 回頭說 它這種玩法 更好玩 因為 你肯死坐 你不要走得太快 那你十二三四五 你明知便宜 你走得試 走不試 你就沒有了 看不到 那那些 就依然不是很大 那你現在 你擺明 如果你十二三 或者十三四五 這麼說 你現在去到二十多 其實你那裡也是一個幅度 你自己算得到 十五到二十二 你也有一個幅度 那這些反而就容易賺 那你也不用去倒單邊 即是你一天就這樣做 要不然的話 你跟市場倒單邊 鬥對 就鬥不過 即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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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時候 它也是拿一些 去 計算價給你 那如果那個波幅是夾得急 夾得高的時候 你就有錢賺 夾得不夠高 即是慢慢的跌市 其實它 調查到市場不准 那那些 那些 那些 我就不會做 你自己就隨便來 好 下章 就 看了這個 幾個市場的波幅 這個 左上歐洲 Sox 左下是 這個日本 那麼 右上港股 右下就不是股市 債市波幅 那麼你幾個波幅 你都看到 就都 差不多走勢 都是吹升 但是又不是很急那一隻 那 尤其是港股的波幅 就偏低 即是你港股 你看到 是 一路 一路弱的 但是弱得是波幅不高 所以如果你 譬如你說沽港股 那你說很聰明 我買了一些 BOOT那些東西 或者看淡那些ETF 你不 那些 那些 表現不太行 因為 因為它的波幅不夾 它用 引伸波幅 它用那些衍生工具 去做一個 反向的東西 給你 那個反向的東西 很奸基 這個波幅 波幅不上的時候 它不升 所以你會發現 你買了也好 即市場跌了很多 但是你買的那些東西 未必會賺很多錢 那就 就算債市波幅 最近也是 都站在那裡 都不太動 因為你看到那些 十年的上來 某些位置 都停了 階段性地休息 那你預算債市 都會這樣走勢 即是 我們叫做 什麼 是 階段性地 來到一個樓梯位 那就 看看整個通脹怎麼走 通脹再走 那它又再走 即是 那個債市就對應再走 始終 債市就是分分鐘在報價 但是 通脹就是一個月報納數 那它整個月的變化 的債市 如果你追蹤著通脹 追蹤著通脹 你真的不可以為了太多 那也有其他東西 扯著 譬如說 那個政策的利率 那些會扯著它 那政策利率 如果你是不移動的話 債市都移動 但是 都是有一個幅度 不像股市 你說上多少多少 下多少 下多少 就不是要給它這樣 好 我們還有時間 說一些行業那些事情 網台節目 開始接受訂購了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 過數都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 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 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 22971825 22971825 媽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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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